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三女将中 要说武功最好 长得又漂亮的 肯定要说傅三娘也 人称梁山美艳第一 只可惜这样的人物 却是各级具悲剧的人物 主要体现在感情和梁山地位上两个方面 在感情上 本来傅三娘都已经跟住家庄的注标定亲 即将结婚 虽然注标年轻勇武 其实也是个卑鄙小人 但是论能力 他还是配不上傅三娘的 即使这样 至少也是傅三娘自己的选择 哪知造化弄人 三庄联防竟被梁山哥哥击破 他本人被俘 一门老幼又被李逵两把班斧杀了个一干二净 只有哥哥护城逃脱 身遭主子灭门惨痛 却又被宋江做主 许配给了王乃补 要说这人挨脚补王英 身材乃小 长相丑陋又猥琐 功夫一般 也没啥才能 而且还到处沾花折草 库三娘怎么就嫁给他呢 真是英了那句话 一朵鲜花叉在牛份上 大家都知道这是被宋江逼的 库三娘其实根本不愿意嫁给王英 再说 库家庄上下都被你们梁山杀光了 库三娘按理说应该报仇才对 按照他的性格 定可战死也不屈从 可惜也不知道库三娘到底是被谁洗脑了 竟然同意嫁给王英 这也是很多人不明白的地方 所以我猜想 也有可能他只是在忍辱负重 伺机报仇 大家都知道因为在梁山英雄里边振钱交战 当场活着狄江 功劳最大的就是库三娘 但是就是这样的赫赫战功 库三娘的待遇不高 不公平 排座次的时候他居地杀第二十三位 整体排名五十九位 他闹个不中用的丈夫 在他前面第五十八位 他镇前活捉的两位将军 郝斯文 第四十一位 在他前面十八位 彭起 第四十三位 也高他十六位 所以他的待遇不公平 我们只能说是梁山对库三娘的不公平 最可惜的是 库三娘在带兵争讨方拉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会妖把的郑魔军 王英跟郑魔军作战 郑魔军使出妖把 王英一看云中有一个金雅神人 大惊失色 一不小心被对方一刀砍给马下 护三娘一看 拍马冲上前去 被郑魔军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镀金铜砖 砸在面门上 倒下马死去 可惜这个护三娘大仇还未报 就这样悲惨地落幕了 从护三娘的故事中可以看出 当初水浒传的作者 怎么能就这样一位能争善战 美貌佳人 写得如此悲惨结局呢 也许这就是封建思想骑士女性的表现吧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